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帅安姐 每天刷牙的时候我们都会使用牙膏 但是大家知道吗 我们在挑选牙膏的时候 这两种牙膏千万不要买 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 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生活中我们在购买牙膏的时候是各种各样 但是大家这两种牙膏最好不要选购 那么第一种呢是含浮的牙膏 大家去超市买牙膏的时候呀 是不是直接挑选自己喜欢的就买了呢 有些人啊是不会去看它的成分和添加剂 那么很多朋友也不知道市场上很多牙膏都是含浮的 虽然说含浮的牙膏可以保护我们的牙幼稚 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的话 不小心吃进肚子里或者是咽进去 就容易对我们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在挑选牙膏的时候 这类牙膏最好不要选购 而且大家在购买东西的时候呀 最好养成一个习惯 要看它的配料表成分等等 第二种药物牙膏 现在很多种牙膏广告打得非常火 也吸引了很多人去买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药物牙膏里面它的成分是有很多添加剂的 如果用久的话就比较容易产生依赖感 而且长期使用的话 我们在使用其他的牙膏时候也不会太习惯 所以不建议大家长时间使用这类的牙膏 而且大家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要定期的更换其他种牙膏 不要一直使用一个牌子或者是一种类型的牙膏 而且建议大家早晚各刷一次就好 也不要多刷 不然还是会破坏我们的牙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使用牙膏的小常识 大家有所了解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